世界上最神秘的人 沉睡的预言家凯西 爱德加凯西 生于1877年 足于1945 被称为美国先知 又被称为是沉睡的预言家 他从20世纪开始一直到离世 在近半个世纪中 一直在沉睡的状态下 免费为人治病 解毒病因 提供治疗方案 甚至对未来做出预言 他这种神奇的治病 预言方式被称为是超自然解毒 单在美国 就有600多本 关于凯西和他的解毒研究的书籍 目前世界上的大医院和机场 大多都在使用凯西 在催眠状态下设计出来的创新电子技术 凯西对很多事件做出过准确预言 比如 1929年 华尔街股市崩盘 第二次世界大战 印度独立 以色列建国 美国总统在任期内去世 俄罗斯将抛弃共产主义 建立起新的社会体制 航空运输兴起 并日益成为国际和国内联系的基础等 他的预言包罗万象 准确率极高 受到当代重视 对人类命运和文明的预言 尤其是针对中国的预言 他预言了世界的重心 将转到东方的中国 他说 有一天 中国将成为孕育救世主信仰的摇篮 同时 人们会在生活中努力实践这信仰 是的 这对人来说很遥远 但在神的心中 仅是一天的功夫 明天 中国将醒来 凯西还预言了 2020年 宇宙善恶打决战 凯西是这样预言的 为了获得觉悟 来到地球上的光明神灵 会从心灵最深处 对被授予的精神真理发生觉悟 腐烂败坏之地 会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那些从生命的宝座 光明的宝座 永生的宝座进来 进到地球 成为使者 将与黑暗的一切 在另外空间开战 大决战就在眼前了 1877年3月18日 埃德加凯西出生在美国肯塔基的霍普金斯维尔 凯西的父亲是一位农民 在六七岁的时候 开了天幕的凯西告诉父母 他可以看见并跟已故的祖父说话 而且可以跟另外空间肉眼看不见的朋友一起玩 但是父母并没有把这些话当真 1889年5月份十二岁的一天 凯西正在读圣经时 看到一个长着翅膀的女子 告诉她 她的祈祷得到了回应 并问她最想要什么 她有点害怕 但是回答说最想要帮助别人 特别是生病的孩子 第二天晚上 因为老师告状 父亲严厉地对她进行拼血测试 答不出来 就愤怒地把她从椅子上揪下来 就在此时 她听到 昨天看到的那个女子的声音 告诉她 如果她睡一下 他们就能帮助她 于是她祈求父亲让她休息一下 然后 头枕着拼血课本睡着了 等她父亲回来叫醒她时 她可以回答任何问题 实际上 她可以复述书中的所有内容 这时 凯西的父亲 认为自己先前被儿子愚弄了 又生气地把她从椅子上揪下来 二十岁那年 凯西与心爱的姑娘杰特·鲁德 伊文斯订了婚 凯西很想成为一名摄影师 但是一时未能如愿 为了赚钱成家 她先在保险业里找到了一份工作 同时卖一些文具为生 就在这个时候 一件事情改变了她的一生 凯西患了喉眼 并且越来越严重 以至后来不能正常说话了 只能从嗓子里挤出点声音来 所有的医生都束手无策 甚至凯西本人 一度认为自己可能永远不能再说话了 这样的状态持续了一年 有一位自称是孝大王哈特的人道霍普金斯维尔表演喜剧 此人虽然不懂什么医术 但是会点催眠术 她经历过一些在催眠状态下的奇迹 于是就想试着帮助凯西 她将凯西催眠后 开始暗示 凯西恢复正常声音 奇迹发生了 处于催眠状态下的凯西居然能用完全正常的声音回答 但是当凯西醒来时 喉言又犯了 有位叫雷恩的当地医生了解了凯西的情况后 便考虑做进一步的尝试 她打算当凯西进入催眠后 向凯西本人询问有关病情 就像小时候睡在教科书上一样 凯西是自己睡了过去 在凯西入睡后 雷恩问睡着的凯西有关其病情 凯西便用正常清晰的声音告诉雷恩和其他旁边的人自己的病的本质是精神因素 并告诉人们如何治疗 按照凯西的指示 雷恩对着凯西的身体 要求血液向患病部位集中 不一会儿 周围的人便看到 凯西胸部以上和喉咙部位的皮肤变成烟红色 患病部位 皮肤开始发热 一段时间后 雷恩又按照凯西的要求 暗示血液循环恢复正常 凯西醒来后 这一次他的声音完全恢复了正常 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做催眠解毒 这一天是1901年3月11日 后来 在雷恩医师的一再要求下 凯西用解毒为雷恩开出一整套方案 竟然治好了雷恩常年的胃病 接下来 他又为一位智力发育迟钝的小女孩 解毒了病因 是由于外伤 雷恩医师按照凯西被催眠时的建议 成功地使小女孩逐渐恢复 这一次 凯西想帮助别人 尤其是生病的孩子的愿望 终于在神的安排下 看似偶然地得到了成功 对医学一窍不通的凯西 被催眠后竟然能够做他本人的主元神 主意识清醒时 做不到的事 为人诊病 而且他提出的诊治方案 连当时的明医都想象不到 这个轰动效应震动了整个美国 让无神论陷入尴尬之地 以后 凯西的这个能力在各种外因促成下 不断展现出来 他可以自行进入类似睡眠的状态 并回答各种各样的问题 他在一生中 以这种方式进行过一万多次超自然阅读 为人提供疾病诊断及治疗方法 揭示一个人的过去和未来命运 对未来作出预言 并对人类关心的各方面问题 作出过回答 下面列举一些凯西解读过的病例 病例一 有个青年从16岁时因车祸脊柱重伤 自第五节以下的脊椎骨完全丧失知觉瘫痪了 过了七年半后 他还是在轮椅上过活 治疗复健都无效 他的母亲请凯西为他做生命解读 凯西追溯了青年前两世的转世情况 看到他有一世是个罗马士兵 当时 罗马帝国正开始迫害基督徒 而那一世的他带着幸灾乐祸的心情 并且直接参与对基督徒的迫害 说到这里 我们来看一下罗马帝国当时的一些背景 耶稣被迫害钉死在十字架后 公元37年至83年 罗马帝国的暴君尼禄 疯狂迫害基督徒 罗马帝国对基督徒的迫害持续二百多年 把基督徒投入竞技场 让饥饿的狮子撕咬活吃 或捆绑进甘草堆中 做成火把点火烧死 或乱石砸死 甚至被火扒皮而死 手段极度残忍无道 最后 强大的罗马帝国 在三次大瘟疫中亡国 而这位瘫痪青年 因为迫害 正信造下了罪业 随着轮回转生 带到了金氏 病例二冒号一位中年的瘫痪妇女的病因 也与那个青年类似 这位妇女找到凯西时已经瘫痪九年了 在她三十六岁时 因患脊髓灰质炎 而瘫痪 无法行走 从此只能靠轮椅代步 更令她沮丧的是各种治疗方法 对她的病都无济于事 凯西帮她做钱是解毒 得解知 她在古罗马时期 是皇室的一员 但她对疯狂迫害正信的基督徒 非但没有一丝同情心 却还在竞技场中 大声嘲笑那些 当时被迫害而严重伤残的基督徒 残忍的嘲笑 推波助澜的态度 带给她今生的瘫痪 病例三 有一个女孩因髋关节结合病 被折磨得生不如死 凯西解读她的前世 发现她有一世也曾出生在罗马帝国尼禄王朝的一位贵族 就像前面说的 尼禄迫害基督徒 将信徒投入竞技场 任由狮子撕咬 那一世 这个女孩竟常到竞技场观看基督徒被狮子咬死的过程 以之取乐 有一次 她看到一个年轻的女孩被狮子撕烂时 竟纵声大笑 不但没有丝毫怜悯之心 而且以殉道者的痛苦为乐 虽然她没有直接参与迫害 却也是推波助拦者 煽动了道德堕落沦丧的风气 今世 她髋关节的病痛就是昔日累积的罪业 待到今世来偿还的 病例四冒号一名电影制片人 叫行走叫不便 她是在十七岁时得了脊髓灰质炎 而造成往后的人生带着轻度瘸拐 凯西解读她的前世 发现她也涉及了罗马时期对基督教的镇压事件 她当时是一名士兵 被派去镇压完全没有抵抗的基督徒们 病例五 一个盲人按照凯西指示的疗法 在三个月内左眼获得了百分之十的势力 在古代波斯的一个前世 她是一个野蛮部落的成员 这个部落把抓获的俘虏的眼镜 用烙铁烧瞎 这个盲人当时就是被指派做这件事 从这个例子 我们可以看到 即使是接受指令做不好的事情 仍然会造下业债 将来要偿还 病例六冒号一位三十五岁的男子 从小就患有消化不良的毛病 凯西看到这位三十五岁的男子 在法国路易十三时期和波斯时期的前世 都曾在宫廷做事 她对美食贪得无厌 病例七 一个年轻人患有无法治愈的贫血 她在秘鲁的一个前世 曾经制造流血事件成为统治者 病例八 一个聋哑人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前世是一个贵族 她前世曾对别人的求助装聋作哑 病例九 一个十一岁的男孩一直尿床 无法治愈 她在普鲁士时代的前世迫害被指控为女巫的人 把他们进到水里 男孩的母亲以后每天在她临睡前告诉她 要做好人 做关心他人的人 之后这个男孩再没有尿床 这个男孩长大后对别人非常宽厚 病例时 一个34岁的人患有硬化症 视力减退 经常摔倒 无药可治 凯西指出这个病的原因是业力 但鼓励病人不要失去信心 并仔细描述了治疗方法 一年后 这个病人来信说她虔诚地实施凯西的疗法 四个月内一直在好转 可是在此之后 情况又开始恶化 凯西说 你治病是为了什么 如果只是为了自私自利 这个病最好还是和原来一样 只有改变自己的心态和言行 病才会好 凯西解读的案例显示 一个人对他人的伤害 甚至对他人的遭遇的漠视 嘲笑 都会给自己造下业力 这业债一直伴随人的生生世世 直到清长为止 凯西不但能解读出病人深层的病因 读出病人的前世今生 还能在沉睡状态下给病人开出奇特的治疗方法 并且全部灵验 一名叫凯查姆的医生 从雷恩的病人那里听说了凯西 于是便请凯西为自己做解读 凯查姆诊断自己患了蓝尾炎 他让凯西来试试 结果凯西在催眠状态中给出了截然不同的诊断和很简单的治疗方法 凯查姆认为凯西这回一定是错了 但是当凯查姆到另外一位医生那里做确诊时竟然证实了凯西是对的 从此凯查姆开始让凯西帮助他诊断一些疑难病例 因此正在看清界的分析 在凯西帮助他诊断中的感觉 凯西帮助他诊断中的会讯息 如果在译西帮助他诊断中的感觉 明天有一定是凯西帮助他诊断中的词